來看例題一 例題一就是數字乘以根式 這個要怎麼算 這個關鍵點在於說 你要先知道 比如說像第一小題好了 第一小題最關鍵的地方 在這個三根號二 你如果知道這個三根號二是什麼意思 剩下的都蠻容易的 什麼叫三根號二 我們再跟同學複習一下 三根號二它叫做三乘以根號二 當你知道三根號二 叫做三乘以根號二之後 剩下的問題就簡單多了 第一小題叫做二乘以三根號二 那這個三根號二呢 叫做三乘以根號二 那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就數字跟數字算 根號跟根號算 那根號跟根號怎麼算 後面會學到 數字先跟數字算 你說老師為什麼數字可以先算 乘法有交換率跟結合率 所以他可以先算 二三六變成六乘以根號二 六乘以根號二 結果我們減計就是六根號二 所以這一題就可以這樣子做囉 那我們再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呢 你要處理的就是這個二根號三 什麼叫做二根號三 二根號三的意思叫做 二乘以根號三 後面呢 再乘以負五 好那你這個怎麼乘 你就先把這個數字把它乘起來 二乘以負五 二乘以負五是多少 二乘以負五就是負十 再乘以根號三 負十乘以根號三叫做負十 根號三 我們就是這樣子減計 但是不會寫成根號三在前面 你如果把根號三寫在前面 寫成這樣 根號三乘以負十 變成根號三 這個就意思就不一樣了 這個叫做根號三減十 跟我們負十乘以根號三 意思就完全不同 所以不能夠這樣子寫 那我們來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叫做 三分之五乘以負六根號七 你還是看一下 什麼叫做負六根號七呢 這個負六根號七的意思 就是負六乘以根號七 就這個意思 然後再來呢 你就先把三分之五呢 跟這個負六呢 把它乘起來 那怎麼乘呢 就直接按照 這個整數跟分數的 這個乘法來乘 你可以把它約分 三一三三二六 所以前面乘起來叫做 五乘以負二 五乘以負二呢 就是負十 所以呢 就變成負十呢 乘以根號七 那負十乘以根號七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叫做負十根號七 那請注意 老師之前一直講說 這個負十呢 一定要寫在前面 不要寫在後面 尽量把這個數字呢 寫在前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呢 如果你這個負十呢 寫在後面 你很容易呢 把它寫成 根號七 減十 那其實你的意思是要乘以負十 你寫成這樣呢 就會被人家誤以為是 根號七減十 負十乘以根號七 跟根號七減十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請同學特別注意一下 這一題的答案叫做 負十 根號七 並不是根號七減十 請同學特別注意 解釋 感谢观看